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是逼近到了7000美元大关对于比特币来说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重点就说一下的是这个欢迎新生入学 也就是A股呢在本周五即将首次加入到国际发展中国家指数基金 我们都知道从6月1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呢 中国的A股将有部分的股票被纳入到国际发展中国家的指数基金中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从目前已知的数据来看的话呢 一共大约有234只A股呢是被纳入到国际指数基金中 但是呢并不是一次性全部加入 那么第一次也就是在6月1号本周五的时候呢 加入的比例约为2.5% 也就是说大约呢在这次有大约是5-6只股票 非常之少 5-6只股票呢会首次成为这第一批 随后呢到8月份将会上升至5%左右 那么相信有很多朋友会问呢 那这一次第一次的这个吸纳是不是对于A股都所防止 比如说这些股成了这个指数成分股之后 是不是会有大涨呢 那么从过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的话 本次也就是这次的第一次吸入 预进的这个外资进入A股的资金 不会特别大 大约是8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呢约为530亿人民币左右 那么按照目前A股的日交易量 在4500至5000亿人民币左右呢 这个530亿还要分开分批进场 预计对于整个大盘的这个冲击并不会特别大 换句话说并不会导致所有的股市或者大盘的暴涨或者暴跌 那么按照现在的比例呢 如果到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 大约到5%左右将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 而且呢按照现在的预计 如果在未来几年之后 这个A股全部纳入到国际指数基金中 到时候呢 整一个MSCI也就是国际发展中国家指数基金 中A股占的比重将高达20% 那到那个时候的话呢 也预计每年将会有2000亿美元的这个巨大资金 能够呢从国际上投入到A股中 所以说呢如果是一切顺利的话 在几年之后呢当A股全部纳入国际指数基金之后 中国每年可以从国际投资者那边呢 这个收到超过2000亿美元的投资在A股上 当然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是一句一句而就 那么另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要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比较热门的中美的贸易战 虽然呢现在是暂时的有一个停战协议 但是呢毕竟它并不是一个完整协议 有几个重点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第一我们刚才说到呢 这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协议 双方并没有就具体的数字和时间达成共识 因此呢目前只是为了给未来的谈判 争夺更多的时间而已 第二呢美国在初期要求呢 在2020年5月之前 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这个目标即使是后面的谈判中被削弱一些 但是我想呢这2000亿呢也大响 不会差距太多 如果真的开始实施也就意味着 中国每年的外汇的这个储备啊 证现金流理将会减少2000亿美金 也就是每年会减少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进账啊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呢 这个中国的目前的发展主要 还是靠的是银行的信贷 以及呢借贷式发展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依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增发 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我们知道货币是增发了超过GDP 几倍以上 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 现在的物价应该是过去十几年前的几倍以上 但是我们看到呢虽然在基础的生活品上 比如说像肥子鞋造 肥皂 像这个葱啊西红柿等等 虽有上涨但是不至于特别夸张 那么这么多的钱 通胀都去了哪呢 其实现在房地产就成为了中国吸纳通货膨胀的最好资金区 换句话说不断上涨的房价吸纳了大量的货币增发 但是我们知道目前430万亿的房价 折合一下中国现代外汇储备是3.12万亿 但是其中1.8亿是外债 可用资金大约是1.4万1.3万亿左右 在1.3万亿我们乘以7 算它是10万亿人民币 以现在的中国房地产总价值大约是430万亿来计算 只要其中有2.5%的人抛出 也就是抛出的卖出这个房啊 超过呢价值的10万亿以上 其中把这10万亿换成美元 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全部用完 那么这也是在过去两年一直以来呢 控制外汇储备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那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卖房呢 这个房价不是一直在上涨了 的确我们知道呢 在目前来说 能够消化掉通货膨胀最好的渠道 就是房地产 因为股票它上不去现在 因此在房地产不断上涨的时候 现在是430万亿 也许未来是530万亿 630万亿 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依然是目前是3.1万 3.2万亿 不可能变成5万亿 10万亿 因此 这个卖出这个房地产价值 换成美元可承受的比例 将从现在的2.5% 可能降低到以后的2% 甚至于1% 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房价很高的情况下 只要有1%的人卖出了房地产 把它换成了美元 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丝毫不胜 所以 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一些现实数据 那么各位 至于你是想继续持有 等着房价升值 还是想现在呢 开始部分离场 甚至于全部离场 这个 我不能帮你做决定 我只能告诉你一些数据 由你自己来决定 但是要是换成5 我只会留大约是一套自助房 剩下的话呢 我会全部盈利出场 那么这一两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热门话题 那么在今天晚上 大家注意一下的是呢 一些重点的 这个 比如说澳洲时间10点15分 中国时间8点15分 会出台美国的小飞龙数据 到了10点30分呢 是美国的季度GDP数据 再往后看 今天澳洲时间 晚上12点 中国时间 晚上10点 是加拿大央行的利率决议 在之后的15分钟 12点45分 是瑞士央行行长讲话 因此今天晚上呢 对于美元 对于家园 和对于瑞士法郎来说 将会有剧烈波动 我们投资者呢 一定要小心应对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